吃鱼也不吃不好 这个药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它有救护作用 就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生胸闷 包括胸闷伴有心慌 或者胸痛的时候 我们怀疑我们是心脚痛发作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常规的服用了 常规的服用 他可能知道一天三次 一次十粒是吞服的 如果救急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是放在舌下 含服 包括一会儿收到的 肖上肝油也是一样的 因为舌下血管非常的丰富 然后就直接从血管入血了 就不要经过消耗道 再绕一大圈 这种很快的症状可以缓解 这是单身滴丸 两种吃法 对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不同的用 好 那我们接着来隔壁的这位吧 我们送效救新了 送效救新 这个药太神奇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看见我奶奶就把这个药丸 它会压在枕头底下 对 是的 我当时就觉得 哇 这个小药瓶 太可爱了 这很必要的 很必要 小葫芦那时候不在这儿 你看中它的药瓶了 对 然后我就偷吃 奶奶是需要里边的 对 你想把里边的都吃光了 我想偷吃 然后你要那个 对 我觉得好玩嘛 结果我一闻这个味儿 咽不下去 然后我还想 奶奶为什么要吃 这么难吃的东西 对 你说对了 这个单身滴丸和这个 素效救新 都有这个特点 尤其是素效救新的味儿 更大一点 对 因为它里边有两种药 一个是冰片 单身滴丸里有的 它本身冰片也有凉 也有刺激性 对 那么还有一种药 叫川雄 川雄的也有刺激性 它比这个单身和这个三七 更明显的一个味道 所以很不 确实很不好 对呀 就是说我也没吃过这种药 但是我知道这个味道很不好 我也不希望我们在座的 都吃这个药 没办法的时候 还是需要的 那么这个药 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里边因为有冰片 整个来说它也是偏凉 但是比单身滴丸 要稍微凉性差一点 所以这个也不适合 总老年人就是长期吃 长期吃它有破气 消耗我们的正气 那么它服用的方法 和单身滴丸差不多 也是两种 两种服用方法 日常和急救的两种方法 日常和急救的 那么急救是一般 它用四到六丸 它的量比那个少一点 也是放在舌头下面 这是这个 那阿姨您是一般用 这个塑胶救星丸 您是日常呢 还是说您是属于急救呢 我这个就是急救 随时携带 准备急救 有的时候出去玩啊 或者什么呢 要是遇上有的一些老年朋友 有什么不舒服 大家都知道的 就赶紧就也拿出来 那什么 平时呢 我就服用一些 那个像什么脑心康 银杏片 还有什么天单通路吧 这三种药物 一般就是 一年吃这一种 第二年再换一种 就那种服 我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 我觉得对朋友他说的 还真的非常的靠谱 是吧 第一个我觉得 就是和朋友出远门玩的时候 他带了药 不仅自己心里踏实 还可以 帮助别人 在避药的时候 帮助别人和救助别人 这个观念 特别特别的好 为您点赞 对 点赞 点赞必须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服用的那三种药 他说他交替用 这个也很好 当然了 因为他这三种药 也是类似的 类似的 这三种药 实际上相当于 我们西药的阿斯皮林 可能在某种情况下 比阿斯皮林还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 到一定年龄 血管会阴化 代谢不好 脑血管阴化 会使我们容易忘事情 是吧 我们就近期的事情 记不住了 这些老年人 或者性格发生了改变 容易发脾气 原来性格很好 或者是总爱疲劳 爱睡觉 这都是这个 我们衰老的一种表现 你像银行业 它就会很好的改善 脑子的血迹循环 很安全 那几种药也类似 那么类似的药 不要通神吃 我经常碰到我的病人 我就告诉他们 哪里来了一个老先生 或者一个老奶奶 拿来 我说都吃什么药了 他记不住名 把药盒都给我拿来了 剪成一片 堆在我的枕桌上 我就一个一个的挑 阿姨我就说 这个不用吃 这个不用吃 你要吃完 这个再吃那个 他说太好了 原来他有那么多的药 你真是 你给我减负了 他很高兴 所以他这个很好的 很好 谢谢你 阿姨表现得还真是不错 来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阿姨刚才拿的是 阿斯匹林 一百毫克的 一百毫克的 阿姨您是做了支架吗 对啊 对 对 他做了支架 预防血栓的形成 对 确实他需要吃 因为阿斯匹林这个药 大家其实 像我们这个年龄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年幼的时候 这是一个解热阵痛药 对吧 以前血洋酸 对 血洋酸 那么他现在呢 就是最近这几年 才发现 它有一个抗血小板的作用 就是抗血小板凝聚 这样就有抗凝的作用 那么中老年人呢 血液循环就有点慢了 就弃至血淤了 那么就容易产生一些 血淋块啊 就是血垃圾 那么他用一些抗凝的药呢 对于预防我们的 这个心脑血管病吧 确实是有好处的 也有很多的统计 国内国外的统计都有 就只有用 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 对 原来我们用的那个阿斯匹林 吃完了会胃疼 是吧 我们年幼的时候 说的发烧了 吃点阿斯匹林 发烧好了 胃疼 但是现在呢 这位阿姨用的是 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是吧 您看前面那个 阿斯匹林前面 加了一个败字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种肠溶形的 就是它在胃里 它不崩解 它的有效成分 不在胃里头崩解 到肠里边 所以它对胃没有刺激 所以不管我们空腹吃啊 还是饭后吃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肠 但是阿斯匹林 就像刚才阿姨说的 它是做了支架以后 它吃的 它不是说救急的药 但它有没有救急的作用呢 它也间接地有这样的作用 就比如什么情况下呢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 我们已经明确知道 自己是个心脚痛 甚至有可能是个心梗 比如说我们有经验 我们可以判断 那个时候我们会叫急救车 那么在等急救车的时候 我们干什么 我们不能干等着 我们就可以什么呀 延缓一下 对 延缓一下 不过延缓一下 非常有好处 属于前期治疗 阿斯匹林三片 现在您一天不吃一片吗 是 而且是吞服的 是吧 是 到那个时候 三片拿来放嘴里 赶紧把它嚼碎了 嚼碎了 吞咽下去 就让它很快地吸收 这样的话 如果是个急性性梗 它对早期的血栓 是有好处的 对后边的这个预后 是非常好的 所以阿斯匹林 在这个情况下 就这样来用 不知道您用对 您可能还没感受 那个急性性梗 很幸运 是 好 先去吃吧 对 感觉这里阿姨说话 气息比较弱 比较弱 比较弱 对 没关系 您千万别觉得说 自己好像 做了这个支架之后 好像就跟别人 不太一样 对对对 您要是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到我们这来咨询 如果在北京的 因为我经常有 这样的病人 本来他那个狭窄 做了支架以后吧 狭窄就好了 但是他没做支架之前 他没有症状 是突然发生症状 然后突然上医院 然后突然检查 发现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然后他就做了支架 做了支架以后 他心里非常的不痛快 总觉得这个支架 对他身体会有害 他相反 他的病情 所谓的病情 比以前好像还严重了 每天心慌 睡不好觉 心烦 总觉得胸闷胸痛 他会来找我 我给他吃了中药以后 他就好了 您看看 这个心情很重要 这个不少啊 心情很重要 别觉得自己 好像很弱的那种感觉 对 弱流风 对 我们碰到也比较多的 其实临床上有一些 因为我是眼科的 因为好多老年患者 他患有眼底出血 对 他患有眼底出血 他说 其实询问他的病史 因为他吃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阿斯比利 因为他也是做过支架 但是他又在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对 因为可能我们要讲到 这个阿斯比利 的有些副作用 对 然后使用方法 引起眼底出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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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跟你们聊过 对 但消化科的确实就是说 他们经常发现 长期服用阿斯比利 的人做胃经的时候 发现有出血 对 消化道科也会有 好 这是我们的阿斯比利 那后面那位阿姨 当时拿的是 消酸甘油对吗 对 有时服用 怎么用啊 就是心脚痛得厉害的时候 就服用 那平时降血压 您怎么用啊 降血压 就隔一段吃一片 是这样吃啊 这位阿姨 她说的 我觉得就是 我们就要交流一下了 因为消酸甘油这个吧 它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 就是它急救 也是我们迅速地 把它放在舌下 因为它 一个是有挥发性 还有一个呢 它非常容易草解 只要有一点事 它立刻就融化了 然后它呢 能够很快地 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 我们的冠状动脉 是大家知道 是给心肌 输受营养的 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冠状动脉 狭窄了 我们会有心脚痛 会有心梗啊 就这样 那它可以很快地 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 还可以扩张 我们的周围的动静脉 所以一下子 可以把我们的疼痛 得到缓解 冠状甘油是它 唯一一个 而且它这个作用呢 要比我们这个 刚才说的单身低丸啊 和所有救急 来得快 来得明显 对 所以我们一旦确认自己 真的是心脚痛 要是有 销上甘油 可以首选这个 首选这个 但是销上甘油 平时我们是不用的 但是销上甘油的亲戚 就类似的药 起降压作用是有的 我们是用那些药 来用 销上甘油 它是一个短销的 很快就代谢没了 所以降压呢 我们还是需要 它平稳降压 对 一天吃一次药 能管24小时 这样的 所以建议这位阿姨 以后不要用销上甘油 降压 如果血压高的话 一定到医院里边 按照医生的要求 来规范地服 降压药 好 因为血压 时高时低 对人体是非常 对血管伤害 是非常大的 对 这个只能作为一个 急救的药品 对 如果你当时血压 突然高了 手头没有药了 那你不妨服一下 因为这个药 还有一种副作用 它就是说 它格外地降压 就是引起立位性 低血压 你服完了以后 人会晕呢 血压很低 然后甚至恶势 都会有 所以阿姨 您如果说 这个药 你把一个急救的 用药 作为日常的话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您不能这么服务 按照我们 黎主任的建议 就是 如果您有血压的问题 还是要去到医院 让医生给您开 专门针对性的药物 可不要盲目地 吃这个销酸甘油 劲太大了 不要听周围的朋友说 说我服了什么血压下来 不要听这样的话 我经常听到这样 我问他们 他们是医生吗 说不是 是我的姐妹 我说那你听我的 好 那我们通过 对我们现场的四位阿姨 他们手中所持的 这个小药丸的 这个分析和讲解 我们也发现 有的时候我们吃药 还真的不能理所当然 或者想当然的来选择 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 这几味药 它也都会有一些利弊 那过一会儿 我们要在这个访谈区 跟大家继续聊 来 这边有请 好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清理打造的百姓健康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 在这个冬天 我们的老年朋友的一些 亲密伙伴 就是那些小药丸们 他们的作用 现在我们这个 抓到了四位阿姨 大家都有自己的 这个小伙伴 比方说塑效救星丸 单身滴丸 还有我们的这个阿斯皮林 还有我们的硝酸甘油 其实这四位药 也都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是 那我们刚才主任 跟我们也是分析了一下 这四位的用药 有点赞的 也有说不对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了 医疗的这个条件 也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用药都很方便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由于我们对药物缺乏 足够的认识 就出现了有的时候 过分的用药 或者用药不合理的情况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四种药呢 在我们家庭都是常备的 那么我们刚才呢 也稍微说了一点 现在我们还可以再继续 把它的这种适应症啊 和它的禁忌症啊 再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 最最重要的 您如果不跟我们分析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那我就这个问题嘛 我就买这种点击率最高的药 一定没错 是的 那么在没有树药救新 和没有单身低丸之前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用的就是消伤甘油 消伤甘油呢 这个适应症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我们急性心脚痛的时候 用 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 舌下含浮 一般消伤甘油的话 它就一到三分钟呢 基本它就能起效 所以那有些病人 他说我只要一含消伤甘油 我很快一两分钟 我那劲就过去了 那我们在临床就会判断它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心脚痛 那肯定是有 冠心病的这种机制 在里边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的病人就是说 如果含了一次 不管事怎么办 过了五分钟还不管事 那基本这次含的 就没有效果了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以提倡 如果你没有别的手段的话 还可以再试一次 那么有人认为 就是说含三次以后 再不管事 我再考虑打急救车 或者到医院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要是两次都不管事 那就说明这个消伤甘油 不管事了 对就可以打了 其实 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 就是说在家里 可能有时候难以判断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觉得是心脚痛 但有一部分 有消化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反流性的食管炎 它有的时候 也感到这种烧心 然后这个 它有胃酸反上来 它觉得也是胸部厚 火啦啦的疼 它区分不开 这个时候 服香伤甘油 是基本没用的 香伤甘油 只对心脏 这个血管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 就是说看看 我平时有没有胃的毛病 有没有反酸 烧心的毛病 如果有胃的毛病 那也可能 你不是心脚痛 要大致判断一下 那么一旦 我们平时胃都很好 突然发生了这种情况 车两次还不管事 这个时候 就需要打救救车了 打120 不要耽误 那很可能是一个 急性的心狗 因为急性心狗 服用消伤甘油 或者舌下 给消伤甘油 是不管事的 只有心脚痛管事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还有就是 说一下什么呢 说一个 我遇到经历 我的一个病人 他有的时候 这个心脚痛的症状 是不典型的 他不表现为这个胸痛 他可能表现为这个心慌 然后浑身没劲 出冷汗 还有的呢 表现为就是说 胸憋 不疼 就胸闷胸憋 像牙块打石头一样 但是那个劲儿非常的不舒服 不是一般的 那么还有一些更不典型的 牙疼 胃疼 胃疼 对 还有的嗓子紧 我今年春节吧 我就有一个病人 是什么 他是焦虑的一个病人 是一位先生 那么在我这吃中药吧 他觉得很好 春节之前又来了 说的我再开点药 春节我也不提 临走的时候告诉我 说李大夫那个 我最近吧 有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一走路吧 走一会儿吧 我赏得解 然后呢 再过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呢 就好了 就好了 当时呢 我就很警惕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不典型的心脚痛 我就立刻 让他去做心念图 那做了心念图 以后我一看 有两个导帘上的 这个有缺血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以前 有没有以前的心念图啊 他正好有前不久 有两次体检的心念图 拿了一对照 那两张图是正常的 但是现在的图不正常 马上我就意识到 他可能是一个 新发的心脚痛 可能有这样发生了 这个新鲜的冠状动脉的 某一个部分狭窄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吧 还需要在医院观察一下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对 但是他这方面的意识 他觉得我怎么走路 就锁得紧一下 你怎么就让我住院 要是给我做这个检查 他很不能接受 联想不到这里 他很不能接受 但是我知道啊 我就说不行 你这样肯定走不了 另外他说 我的副整病人 对我比较信任嘛 不好意思说 这样的话 我就让我的学生 把他直接送到 就是做 观察动脉 这个造影的 那个主任那里去了 结果他说服了他 做了造影 这个造影的过程中 他们就把那个 造影的视频 给我发过来了 一看 三个重要的血管 全都80%到90%的狭窄 哎呦天 太危险了 非常的危险 很可怕 那么其中 有一支血管 还是新毒的 就是我们在心电图上 发现的那两个部位 就使这个血管 心毒了 然后当时呢 给他做了支架了 这病人 但如果这个病人 后来我跟他们的主任说 我说呢 你们救了他 然后我的学生说 李老师您救了他 对 我说我们大家救了他 因为他要在家的话 很可能他春节的时候 就梗了 非常危险 非常的危险 因为我们家这两三年 有几个近亲组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 没来得及救治 突然去世的 对 所以那个服了 消伤肝油 服两次以后 如果再不管事 你又没有消化系统的疾病 这情况 我们还是要及早地到医院去 对 是吧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消伤肝油 服了以后 有些人他会出现头晕 立位性低血压 低血压 所以服的时候呢 最好是坐位 或者是半卧位 这样的比较安全 不会造成那个立位性低血压 突然悬晕 是你有恶心的 这样的人 或轻或重的 占的比例还不是特别的少 对 所以服这个药 需要注意这些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接着来说 还有一些禁忌 其实说到阿斯匹林 这个药物在前一阵子 好像争议特别大 因为我们知道阿斯匹林 就是这个如果一旦做了支架 这样的一种手术之后 可能就要长期服用 因为我爸爸就是做了支架 然后我就看他 就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吃阿斯匹林 但是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说这个药这样吃不行 因为说这个药 你如果这一类人群的话 你就必须要这样吃 那李老师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近年来对阿斯匹林抗宁 获益和它引起出血的风险 在医学界确实有讨论 和不同的意见 但是最终在临床上 目前还没有放弃 就是在高危人群里 服用阿斯匹林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谓的高危人群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三高四高 你平时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血症 高血糖的这样的 这样的人呢 心脑血管患病的几率 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把它叫高危人群 一般来说 我们提出来是从50到70岁 大致这个区间 服用这个阿斯匹林 这个区间 那阿斯匹林它服用吧 就是我们的爱 拜阿斯匹林呢 就是相当的安全和舒适了 应该说 但是呢 它也有出 在一部分人身上 它也有出血的风险 比如说我其实就有 因为我也是到了 这个年龄组了 我天天给人家开 我说我也吃一点 开一开 也吃点 我也吃一点 我吃了以后 隔了几天 我手就清一块 紫一块 当时我还想 是不是我干什么了 我撞上了 撞上了 这个皮下瘀青 后来我就又做了一下 临床实验 给自己做实验 就这一波清好了以后呢 我隔了几天 我又开始吃 结果呢 又重复了上市的现象 我就知道 我这个人不能用 阿斯匹林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 在座的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所以试一试 这一个很好的 当然了 有的人 他不出现在 一个皮肤上 他可能表现在这个 就像这个 王大夫说 对 表现眼底出血 对 比如说已经有 患有眼底疾病的一些患者 比如说他有 黄斑变性 就是老年人 容易得的 老年性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 是不是就眼睛 看不清东西了 对 他看东西有事物模糊 看东西变形 或者是有事物遮挡 这都是黄斑变性的一个特点 当然他 这些病人 如果说 长期服用阿斯匹林的话 它会导致一些新生血管 破裂出血 也会 因为我们也遇到 很多这样的病人 其实也很困惑 那你们怎么办 当时我们也是 跟新内科的老师 在共同地 先停用一段时间 但是具体停多长时间 现在也没有一个 特别公认的一个共识 但是我们建议 一般就是眼科术前 术后 还有就是 有这些疾病的患者 吃这些药物 还是要 还是要谨慎一点 另外阿斯匹林 包括刚才说的消生甘油 它容易引起你们 眼科的眼压增高 是吧 没有青光眼的 对 青光眼 激发性的青光眼 对 它有青光眼的病人 其实眼还比较高的 病人自己知道 但青光眼的病人 现在不多 是吧 嗯 青光眼还是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个亚洲人的话 避角性青光眼 还是比较多的发病 那避角性青光眼 就不能用这两种药 是吧 属于你们眼科的禁忌症 对 青光眼 其实它对镇静类的药 可能要求的比较高一点 就是不能服用一些 镇静类的药 那我们心内科 这两种药可以服哦 消生甘油应该 问题不大 是吧 消生甘油应该 对 可以 如果有眼睛不好的 先到眼科看一看 对 如果没有类似的问题 就可以放心地去服用 就二四平民 那么这个两种药 服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那么单身低温和那个 素药救新吧 它们主要就是 还是要 就是身体 不要有气虚阳虚的病人 不能长期服用 这个是要注意的 所以呢 像这样的 我们可以吃完 如果常规服用的话 我们可以吃完药 过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就半空腹的时候 它吸收的比较慢 又不直接和胃黏膜接触 比较好 但急救的时候 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该用就得用了 就这种情况 好 感谢我们 李主任在这个环节的分享 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而且呢 结合了我们王医生的这个专业 两位刚才还进行了 一番小小的探讨 真的是跟我们延伸出来了 一些其他方面 值得注意的点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来掌声再一次送给 两位医生 那我们说完 这四类药物的这个禁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可能很多人说 我也有各种各样的 心脏的基础病啊 或者到这个时期 我年龄的问题 或者我自身原因 我可能会选择一些 其他的药物 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遵医嘱 就是大家不要随便去 按照自己的意愿说 我觉得我应该 是什么药 我就买什么药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可能 对于我们本身身体状况 不太好的朋友 我们可能会要进行 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 他的健康 要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 对吧 说到这里 其实我们的这个 李主任也有 这个他的好方法 要分享给大家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这个实时监测的好方法吧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药 就是只能是救急 但是如果我们想保持 自己的血管健康 突然袭击的话 其实家庭有很多监测 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 我们最初的家庭医疗设备 大家还能想起来吗 是什么 我估计可能很忽视了 很多很多年以前 就有是什么呢 体温计 是吗 体温计 血压疑吧 血压疑 是什么 血压剂 对 大家其实首先想到的是血压剂 然后呢 其次想到的是血糖疑 对不对 那个体温计早就被我们遗忘了 但是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三十七度以下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边 喝点水啊 休息一下 就觉得就会没发烧嘛 就会感冒就好了 但是超过了三十七度啊 我们认为就发烧了 就需要到医院 对不对 我今天也想给大家 就是介绍一种 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 一种家庭的方法 是什么 我把它叫做 心电的家庭 心电仪 就是说我们的 刚才说的都是心脏的疾病 对不对 那我们心脏疾病 其实还是 目前来说 还是有赖于医院的诊断和治疗 但是很多心脏的疾病 包括我们说的心剂 也好 心脚痛也好 包括出现意外的情况也好 大部分都发生在院外 就没有等到医院呢 就失去了抢救的机会 所以实际上就是心电的监测 在家里也非常重要 但是为什么现在家里没有呢 因为血压剂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素质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了 一目了然 血糖仪也是 血糖是多少 我们就知道了 接下来了 但是心电图 我们在家里可以记录 记录完了以后 我们看不懂 对不对 对吧 在家里就不能实施 对 那我们在临床上 也是想了一个办法 也是多年的临床的研究 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种叫 像几何图形的那样的图 那么我们家里边 如果监测到了这个心电 用小仪器把它转换成这样的几何图形 我们每个人只要经过几分钟的简单学习 就能辨识出来 我现在这段时间的心跳是正常还不正常 就这样的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医学的发展方向 叫可穿戴医疗设备 用于家庭的 就我们越来越多的 在家庭可以进行自助诊断 初步的自助诊断 然后详细诊断的交给医生 所以在这里头也是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 他为了能够实施监测自己心脏的一个状态 他会去医院背那个叫Halter 对 但那个东西和我们今天老师所说的 就是完全有两种概念 因为你要背Halter的话 你可能就首先很隆重 要去预约 现在医院都预约的时间比较长 对 其次就是可能 你自己要想做日常的监测 并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达到 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还挺好的 挺方便的 就是自己可以达到 而今天我这个老师的身上就带着这样一个 对 我带了一个 小小的监测仪 这小东西就是 它一共就这么大 就很小 外边是一个充电器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USB接口上充电 充电充二十分钟就充满了 这个小东西呢 贴在我们的胸臂上 用一个透明的电极贴上 那么它可以连续记录两到三天 我现在贴一个 大家都看不出来 在这里 看不出来 一点看不出来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贴到哪儿都看不出来 是 不影响我们任何的运动 然后呢 它这个记录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下边呢 这是模型 最左边的这个是正常心率的模型 你看我现在的心率 和这个是不是一样啊 对 看不清楚吗 是一样 主持人看到了 对 说明我现在的心率很正常 正常 我跟大家交流很愉悦 又不紧张 也不倦怠 那么这边呢 从第二个开始 往这边呢 都是不正常的 是各种各样的心率失常 您看就像脑一样这种 就属于它不正常的形状 各种各样的不正常 那这个需要我们医生进行区分的 其实我们在家里 通过这个也可以大致区分 比如说哪种不正常 使性早播还是防性早播 可能大家听说过 这样呢 那么以后呢 这样的东西进入我们家庭 我们家三口人四口人 大家都可以轮着用 心脏有不舒服的时候呢 就可以 一贴 对 因为我呢有好多病人就说 哎 大夫心慌 一去检查 多多多 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在日常进行的 保养的小方法 给我们这支招呢 中医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种药 和我们的冠心病 都是有关系的 是吧 那么冠心病呢 在中医呢 它有个专门的名词 叫胸臂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西医的时候 这样的症状 古人已经发现了 那么中医认为呢 这是胸中阳气不足 所以呢 我们平时如果情志过急 比如说我们情志特别低落 爱郁闷 爱生气 爱发火 或者是焦虑 这些呢 都影响气机的这个 运化 那么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脚痛 刚才有一位阿姨 好像在什么时候 说过 就是他生气以后 他心慌 会心慌 还有的人生气以后 胸闷 包括年轻人 来看病的 不少 他说原来什么毛病没有 前段时间在单位 遇到不高兴的事了 然后我就胸闷 一直这一个礼拜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适当的运动 对 运动 中医讲牢病和厌 牢是什么过牢 但咱们现在过牢 很少了 很少 今天跑马拉松 好像出现了问题 对 那很可惜啊 那过牢 那是我们人为的 主动的过牢 对 和以前那个过牢 是不一样 以前是为生活所迫 现在大家是为追求 还有呢 过意也是要有病的 过于安逸 太安逸也不行 逸 安逸的逸 对 现在由于过疫 还有过时肥肝的病 特别多 它就表现为心脑血管 这个里边的这种 发生各种意外的情况 包括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 你们眼科可能少一点啊 对 眼科年轻人相对来说 少一点 少一点 我们呢有很多年轻的脑出血啊 我一问他生活习惯 喝大酒 抽大烟 然后吃大肉 不活动 天天打游戏 然后31岁的脑出血 哎呦天哪 然后出院了以后 在我那吃中药 吃中药吃了一个月以后 他说我出院的时候 脑子里像有个洞 在这上很不舒服 吃了一个月以后呢 他说这个没有了 我现在想抽烟 他就想抽烟了 他原来不敢抽烟了 他因为脑出血了 所以这个吃 不是管住咱们的嘴 迈开咱们的腿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能够保证健康 呵护健康 重新开始 哎呀 我们的主任说的最后这句话 就这个很重要 所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落点 可能大家对于健康来说 都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追求吧 尤其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寿命 能够越来越长 然后能够看到更多的 我们的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 不仅仅是吃得好 穿得好 享受得好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尊重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运动 我们要合理的膳食 而且我们还要把健康的资讯 不仅自己学会 还要传递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所以也是我们百姓健康 这档栏目的一个目的 我们的口号就是要为您的健康 保驾护航嘛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要跟您说成再见了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李主任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关注健康 服务百姓健好 健康细胞助力 健康陕西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亲力打造的百姓健康 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谢谢 这些乳腺疾病都是良性 但您究竟了解多少 最后就不得不选乳房切除 脂肪坏死呢 实际呢 在临床上是和这个乳腺癌 特别难鉴别的一类 良性疾病 15年之前的教科书上呢 包括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都有这种 癌痫病变的一类 一大类疾病 乳腺囊性增生症呢 乳腺肿瘤为良性 就能放松减硬 纤维腺瘤呢 实际呢 确实有一定的恶变率 乳头流水了 这种可能是淡黄色的 可能是说带一点血性的 或者是说酱油色的 往往呢 最大 最为常见的疾病 就是这个 乳管内的乳头状流 也有一定的这种恶性的倾向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齐立强教授 做客百姓健康 为您讲解 那些您不知道的 乳腺良性病变 每天下午6点20分 欢迎收看大型健康协议 百姓健康